您好欢迎收看8月6号的大花莲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花莲县府为了加强农产品食用安全 以及配合中央于今年7月1号起 实施农药购买实名制政策 全力辅导县内农药贩售业者 采用农药销售管理POSE系统 成为首个POSE系统开通率100%的县市 农委会表示7月1日公告修正 农药管理法第35条第二项所订定 农药生产业或贩卖业者 应定期承报资料之格式内容频率及方式规定 新增登记农药购买人身份证字号或居留证号 我们会请客人准备相关证件 给我们登记如生日还有姓名 身份证字号住职联络电话等 那等我们确定以后 根据他购买商品进行POSE上传登记 进行后续追踪也防止客人乱用 经行政院农委会 动植物房检局统计 花莲县业者全部安装完成 率先本岛各县市 成为首个POSE系统开通率100%的县市 落实农药产销资格 承报及时性及准确性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